大家平安 今天心眼光独心进度 来到约束雅记第五章的十三节 一直回到六章的二十七节 邀请大家可以坐下 好好来研读我们先一起祷告 主上帝我妈向你先让感恩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再次来学习 思想聆听的话语 主求你亲自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 能够更深刻的思想学习 求你亲自来指教我们 向你先让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今天特别来看 这是五章的十三到十五节的经文 第十三节 约束雅靠近耶利哥的时候 举目观看 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对面站立 约束雅到他那里 问他说 你是帮助我们呢 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 他回答说 不是的 我来是要做耶尔华军队的元帅 约束雅就俯伏在地下拜 说国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耶尔华军队的元帅对约束雅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约束雅就照着行的 好 很有意思 这一段很直白的告诉我们说 约束雅遇见叶华军队的元帅 当百姓真的要进到那个身所应许之地的时候 有些经过嘛 当他靠近耶利哥全部观看 但是 看见什么 好 还有印象吗 在以赛百姓准备要离开埃及当摩西要出现之前 其实摩西现在旷野又遇见那个叶华使者 出埃及集三章二到五节 然后那个使者就告诉摩西 你要来担当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任务 现在叶华也看见叶华军队的元帅 告诉他你要用什么方式来赢过叶利哥王 那当然很有意思 他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我们要想一下那个画面就是 他已经预备好要随时要来征战了 如果刀放在旁边路边的话 那就还没准备要打仗嘛 但是他已经有拔出来刀就是 表示随时就要作战了 然后但是当约束雅问他说 你是要来帮我们的 还是要帮我们敌人的 结果他说不是的 我来是要做叶华军队的元帅 叶华的军队 可能可以是指天使天军 或者是指以色列军队 但是他的出现就 表示一件什么事情 叶华要来为以色列人征战 哇好棒喔 我相信有些诗歌歌词 我们就有唱到这样概念 神要为我们征战 我们就会高声疾呼对不对 这位叶华军队元帅 他手里拔出来刀 他预备要指挥 会让甚至天使天军也跟以色列百姓作战 那当然 约束雅就有一些反应 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他就伏伏在地下拜 伏伏在地敬拜 这就是那个时代 那个地区的人对尊卫者表达敬畏的方式 那些礼节 然后 叶华军队元帅就说出来 你要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 因为你站的地方是胜的 我不知道 大家听到这句话 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耳熟的感觉 的确如此 叶华这次经历跟 摩西在和列山上的经历有相似之处 就是 把脚上的鞋脱下来 当摩西站在那坟而不混荆棘前面 那神也对他说这样的话 神是圣洁的 所以人来到神面前需要做一些事情 神让约翠拉看见 不是他自己有什么很厉害的能力 还记得吗 约翠拉一开始的时候不断提醒他 你当钢墙壮胆有没有 然后当然神已经拣选他 也托付他这重则大任 但是真正成为 叶华军队的元帅是上帝自己 神会亲自来征战 然后约翠拉只是上帝军队中间的其中一员 所以我们需要搞清楚 我们的元帅 我们的主是谁 我们常说主耶稣基督 或者是耶稣基督 忘记他是主 他是主 我们是仆人 他是元帅 我们就是其中的兵丁 我们要听神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才去做什么 然后更有意思是 当神差遣摩西之前 差遣约翠拉之前 都让他们经历到学习圣洁的功课 他们需要先 服服敬拜 需要脱上脚下的鞋子 所以 我们是不是也预备好 来承担责任 完成神要交付给我们的使命 但是 一定要记得 为我们征战的是上帝 不要想说我这一招比较好 我的这个什么比较好 而是我们需要来跟随神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现在主上帝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你让我们再次 透过耶和华军队元帅 向约书亚显现 我们也被提醒 主是的 你要亲自为我们征战 你要带领我们来征战 不是我们 要去做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 而是主你要带领我们向前行 也让我们一起学习圣洁的功课 主求你亲自来指教我们 让我们能够 真真实实来到你面前 向佛与你 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祈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